存了三公斤的便不算多 这样的病人每年都会遇到 名字呢是简单粗暴 叫拉屎操 都有便秘多好用 便秘也分很多类型 压力会让人便秘 有什么特点 每天都有便感 但是呢就是到厕所以后 排不出来 排便的感觉真能等出来吗 越等越焦虑 越等越焦虑 坐便加个道 这是模仿寸便吗 不利于这个职场和肛门的角度 呈180度的趋势 便秘在这个症状上有什么区别 所以你天天去好几次 我这三五天也不去一次 香蕉缓解便秘 也不新鲜的 还值得一说吗 什么样的病人 我们建议他 增加水果 一身轻越碳越年轻 欢迎各位收看健康一身轻 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来自沈阳市钢肠医院的张勇医生 欢迎张老师 欢迎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健康女主播是夏雪 大家好 我是夏雪 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在网络端 为大家服务的是盈盈妹妹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大盈盈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联系 上海一名27岁的女子 因为便秘 吃了半年网红药品小粉丸 一开始还真是一粒就见效 可半年后她发现 一天吃到几十粒也没有用 就医检查后发现 这名女子的结肠 已失去正常生理技能 如同松垮的热水袋 医生初步评估 她腹内的积分有三公斤之多 后来这名女子通过八周的营养干预 和四个疗程的军群移植治疗 她的排便功能才逐渐恢复 有数据显示 我国成人慢性便秘率 有4%到6% 也就是说 我国有5000到8000万的成年人 有便秘 而在60岁以上人群当中 慢性便秘患病率就上升了22% 说到这儿 您是不是特别想知道 为啥咱要把这个网红小粉丸 拿出来说一说呀 是说它混解便秘的名声俗够大呀 俘获了不少便秘的朋友吗 您猜对了 这个小粉丸我都不敢吃 我师父说特别好用 吃一粒半天从厕所出不来那种 这个小粉丸真的拯救了我 这种便秘人士 真好用 排便效果很好 推荐给时不时 会被排便问题困扰的朋友 那个什么日本的小粉丸 是真的蛮好用的 网红小粉丸人气挺爆棚的 不少便秘的朋友呢 可是正是魔学院擦掌 想来试一试吧 可是为啥新闻里的27岁女士 吃小粉丸半年 用量从一天一粒 长到了一天几十粒 但是呢也不见有效果 结肠松垮得像热水袋 混解便秘的网红招式 可不光是小粉丸啊 哪些可以尝试 哪些咱得避坑呢 这个图片 二位女主持人妹妹 是不是都非常的熟悉了 认不认识 认识 这不小粉丸吗 这个在朋友圈里边总有人卖 而且特别火 我还吃过呢 真好事 吃了一顿之后 马上就通 张老师啊 之前这个新闻啊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几个关键点 说结肠已经失去了 正常的生理功能 这是一个 还有如松垮的热水袋 腹内积粪约三公斤 上海的这个女孩 吃了这个所谓的清肠通便 然后缓解便秘的小粉丸 半年 最后就引发这严重的后果 类似的病例 在实际当中遇到过吗 我们也遇到过 去年就有这样一个病人 他也是长期 吃这种血药 成分与这个小粉丸 基本是一样的 到我们医院的时候 基本也是 就像这个病例一样 肠的扩张得非常厉害 基本是无功能的 耿足的太厉害了 在外院做了一个 全解墙的切除 这样的病人 每年都会遇到 这个小粉丸啊 又叫做便秘丸 虽然说呢 我们在一些 比如说朋友圈啊 包括这个网络销售平台上 它卖的是特别的火 甚至我也动心过 但是我还真没在 咱们这个实体店 这个药店啊什么的 见着过它 所以它这个东西 到底合不合归 其实这个小粉丸 是我们国外的一个药 并不是我们国内的 那么这种销售渠道 确实跟国内的 药物销售渠道不太一样 都是通过一些代购啊 朋友圈啊在卖 那么这种药物的销售渠道呢 也导致病人 没有在医生的指导下 甚至也没有在 药室的指导下 就私自地在用这个药 所以呢病人存在 一个是过量 一个是风时间超长 所以这样的药 对肠道造成一些损障 确实有不太符合 常规的地方 它里面是什么玩儿 这个药 就是小粉丸这个药 其实不是什么太高级的 稀少的一些特效药 成分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常用的蟹药分四类 那么小粉丸包括什么 以前的国导片呢 大黄啊 番茄叶啊 它主要是属于其中的一类 叫四级性蟹药 那么这一类蟹药的一个 通便的一个作用的成分 叫恩坤类物质 这个物质的特点就是 省上肠壁的神经 病人会出现药物的依赖 然后肠麻痹 肠扩张 等等这样的症状 但是因为这个是国外的药 所以在药品说明书上 病人也不看了 基本上 看一眼你也看不到 他一些用药的一些指导 那小粉丸咱们是不能随便吃了 那肯定的了 那之前新闻里说 人家说我特别注意了 结肠已经失去了正常生理功能 松痕垮垮的 像一个热水袋 还有腹内的肠子里面的鸡粪 有三公斤 是不是可能是跟它 这个长期的摄入 这个小粉丸有关导致的 对 因为这类歇药 它这个主要的副作用 就是一旦超量 或者超长时间服用以后 它会损伤我们肠臂的神经 损伤神经以后 导致我们肠臂的肌肉 也是出于那种 没有弹性 没有张力的 所以我们的肠子会扩张 可能会达到正常的 三到五倍那么粗 所以粪便就很容易 储留在这个扩张的肠管里边 所以这个病例 肠道里边存了三公斤的便 不算多 我们甚至有出现过 五公斤甚至更多的 所以大家别乱买 别乱吃 说起的这个对付便秘 在录制节目之前 我们在健康训练的互动平台上 也和大家征集了 做了一个小调查 选出了最受大家喜欢的 网红缓解排便招式的 Top 4 让我们看一下 排名第一的就是下面这招 名字是简单粗暴 叫拉屎操 这三动作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通过扭动我们这个腹部 来达到促进排便的效果 你感觉的非常对 就是我们这个肠道蠕动 它本身主动的会有一个肠蠕动 它会把分辨从尽端 往肛门那个方向运输 它是一个肠道传道的功能 那么如果这种功能减弱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外力 像这种拉屎操这种 就是不断地扭动这个腹部 它也是在外力去挤压肠道 达到一个就是分辨运输的一个功能 这个拉屎操 其实它对所有便秘都好用吗 其实也不是 因为我们的便秘也分很多类型 那么这个拉屎操 其实它比较适合于这种 肠道功能的一个减弱的病人 这个时候就要提到 我们一个便秘的类型 漫传疏性便秘 它这个就是说 我们肠道从口腔到肛门的 距离其实远不止 我们看到这个距离 其实通过我们的消化道 小肠大肠 成年人的话将近有5到9米 这么长的距离 那么分辨在里边走一圈 靠的并不是重力作用 也不能靠每天去揉腑 它靠的是一个肠道蠕动的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种 通过扭动身躯 去刺激肠道 去挤压肠道 它可以缓解 由因为肠道动力不足 而导致的便秘 所以说漫传疏性便秘 做这个操 应该是有一定的效果 今天说到这了 咱们便秘还分形 咱们有便秘分分形 没大致分多少个类型 一个叫慢传疏性 就是肠子蠕动慢了 这样的病人 就是症状就是没有变感 三天以上都没有变的感觉 那么第二种类型 排便障碍性 一会儿也会提到 就这样的病人 每天都有变感 但是就是到厕所以后 排不出来 那么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 我们也有这种叫 压力型的便秘 那么这样的病人 主要特点就是 他是因为精神压力过大 导致的一些便秘 一些症状等等 那您说的这个拉屎操 是适合慢传疏性的 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它主要是解决 一个肠道蠕动比较差 前面的问题 它本身蠕动差 但是我就在外力的作用下 对 帮助它蠕动 是吧 张老师 您说这种肠子 它可能就是蠕动的慢 会不会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 比如说我不太爱运动 那是不是就是容易会发生 这种慢传疏性便秘 比如说我们因为运动少 膳食纤维收入的不够 喝水少 它出现那种肠头蠕动慢 这样病人 肠道本身功能是正常的 只是说你不良的习惯 导致它这个肠道 不能发挥出来它这种功能 这个视频里 这套拉屎操的感觉 做起来还是挺有难度的 应该没几个人能跟下来吧 有的病人可能做不了一套 完整的拉屎操 对它来很难 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一种 长方形的腹部按摩方法 你拿长方形 我还以为把自己摆成长方形 吓我一条 不是 其实它是一个腹部按摩的 一个步骤吧 那张老师 您快帮我们说一说 这个长方形柔腹 有没有什么动作要领 结肠的一个走形 从右下腹到右上腹 然后再到左侧 然后从左侧左上腹到左下腹 所以我们按摩的方向 一定要跟长腹的走形是一致的 从右下腹就是按 往上往上往上 在这个地方 这是到一个拐点了 然后再横向到左侧 再往下 然后在我们左下腹 要重点地加强 因为我们的粪便在这个地方 是停留的时间会比较长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是以状皆长 这条长子是比较长的 而且在这个地方 有一定的迂取堆积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多揉一揉 就是肯定会有这地方 对对 这个地方是很关键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加强按摩它 所以这个按摩的轨迹 是一个长方形 我们不建议就是 非常用力去按那个按摩的一个方向 都是刚开始从右下往上 其实这种按压也是一种挤压 咱们再来看一看大伙投票率 第二的 最受欢迎的网红缓解便秘招式 叫等它来 我每天早上一起床 第一件事情坐在马桶上等大便 无论拉出来拉不出来 以后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和吃药一样的重要 甚至比吃药汗重要 就是早上一起床 无论想不想大便 坐在马桶上 因为早上一起床 就是大便的时间 拉不出来也要去坐 你就是去抱个道也要去 在那上面待五到十分钟 脑子里面什么都不要想 就想排便的感觉 争取拉出来 拉不出来就走人 这个视频我耍到过 但是上厕所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种精神负担了 就怕自己便秘 越怕啥越来啥 其实我运动还挺多的 生活习惯也行 去医院检查身体也没啥问题 但是就是拉不出来 水也是喝不老少 因为拉不出来 我都快有阴影了 这招等他来 对付便秘 我感觉不适合我 干等干坐也拉不出 多痛苦啊 这位朋友生活习惯已经相当不错了 然后到医院也做了一些检查 确实没有问题 但仍然大便的问题 对他来说确实一个阴影 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我们在平时门诊 也能遇到这样的病人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病人 给他定了一个叫压力型的便秘 压力会让人便秘 这个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健康益生轻 下节更精彩 排便的感觉真能等出来吗 你越等越焦虑 越等越焦虑 坐便加个单 这是模仿尊便吗 角度呈180度的趋势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轻 心年好呀 心年好呀 健康益生轻 你心年好 会有助 套会有福 等健康益生轻 怕这糖喝减醇 减醇淋 凌这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如也 善作魂 心年好呀 心年好呀 健康益生轻 你心年好 会有助 套会有福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身亲 提醒大家可以观众 健康益身亲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来到现场 给大家传递 靠谱健康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沈阳市肛肠医院的 张勇医生 欢迎张老师 欢迎 大家好 上一节咱们说到了 有一种便秘的情况 是因为压力型便秘 你看这个人运动的也挺多的 水也没少喝 到医院检查也没有毛病 就是便秘 这个压力型的便秘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什么特点呢 压力型便秘的病人 到诊室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非常焦虑 语速非常快 你根本插不上话 所以我们认为 这种压力型的便秘 它其实是一个心理疾病 合并有这种便秘的 这样的一样的病人 所以这个压力 也是一个精神压力 我感觉都有画面了 正常接诊当中 这样的人多吗 人都会遇到 就像这个病人似的 他就做了大量的工作 非常非常投入地 去解决这个便秘 仍然没有效果 所以几乎来了以后 你就发现 他自己说 我快要崩溃了 那我们再说回 刚才说到的 最受欢迎的 网红缓解便秘招设的 第二招 叫做等他来 就是每天早上 你定时定点的 你就在那等着他 对于这种压力型便秘的人 就这种排便的感觉 真能等出来吗 你看刚才他这个人 他就说了 心里好像都开始 抵触排便这件事了 就硬让他等 这能行吗 对呀 我们护动学那边 朋友就说呀 感觉这是一个 最不像办法的办法的 这样的病人的特点 就是第一个 排便不规律 他没有变异 但是恰恰这种等 等来等去 等来等去 越等越焦虑 越等越焦虑 所以到我们医院 就诊的时候 我一看这样的病人 我说第一个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正常人必须每天排便 更没有说过 每天必须早上 七点或者八点 真实排便 我们正常人排便的次数 一周有三次就够 所以说压力型便秘的病人 如果还告诉病人 每天早上去蹲着去等去 这个方法 只能让他尽早地崩溃 那么这种 等他来这招 对什么样的病人有益呢 就是一些排便相对不规律 但是呢 他的一个便秘症状 并不太严重 我们早期 为了让他形成一个 良好的规律 减慢他的一个 便秘的一个病程的发展 所以我们建议这样的病人 去用这招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 不单单只用这一招 我们会告诉病人 要一个全方位的 比如早上起来 一定要 你想定时的排便 首先你要定时的作息 第二个呢 必须得正常的吃早餐 第三个呢 可以在去厕所之前 惹肉肚子啊 然后最后才去到厕所 坐五分钟看一看 如果有就排 没有你就起来 刚才张老师说了 等他来这招 其实更适合排便不规律 便秘情况不严重的人 而压力型便秘的朋友 其实本身挺健康 运动喝水样样不少 您这便秘啊 基本属于蠢蠢的压力导致的 等他来这招并不适合您 对于排便这件事 建议您呢 先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心情放松点 另外可以在试试之前 张老师说的 肠道肠方形按摩法 说不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话不多说 咱们接着再看一看啊 大家票选出来最受欢迎的 网红缓解便秘招式的第三位 就是排便单 你坐着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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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互动群里边 叫开心小刘的朋友 他留言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凳子的灵感 估计是来源于蹲便 蹲着能增加腹部压力 排便更容易 坐便加个凳 这是模仿蹲便吗 如果要是运过蹲便和用过坐便 都有这个体会 其实蹲便是有利用利的 就是很多病人到门着 看病也说 我蹲便排得还行 坐便就不行 甚至我们遇到过有的病人 就是从农村到城市 从蹲便就汗车 变成这个城市的一个坐便的时候 他不会排便 蹲便是这个有利用这个抚压排便 关键的 我们那个排便的时候 这个肛门呢 有一条肌肉叫齿骨张肌 它是盆底肌的一部分 在蹲便那个姿势 就蹲的那个姿势时候 这个肌肉啊 有利于这个直肠和肛门的角度 呈180度的趋势 所以大便从上出来很通畅的 如果是坐便的话 这个角度是这样的 蹲便的话是这样的 所以说蹲便确实能让病人 排便那个通道更通畅 然后之后垫起来之后 就其实把角度打开 对 如果坐便加一个排便凳 把那个角垫高以后 就类似于这个蹲便 那个排便姿势了 其实这个排便凳吧 确实它有一部分的这个作用 但是也是 就跟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就是等它来这一招一样 它是针对不同的病人群 它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有效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一个 曼川树的病人 它那个问题是 大便根本走不到直肠肛门 就是走不到终点站 那么这样的病人 你再去等 等 蹲 也不太有用 排便症它是帮病人 从就是这个到终点的这个便 就排出来 它并不能帮助病人 把这个便从上往下运输 到这个直肠肛门 所以这个排便症 对排便障碍性的便秘 有效 临门一脚都行 对 那这个排便障碍性的便秘 它和其他这个行的便秘 在这个症状上有什么区别 这个区别非常明显 如果是两个单纯的 曼川树的病人 和那个排便障碍性便秘的病人 他俩碰到一起的时候 听他们这个谈话非常有意思 排便障碍性的病人呢 就是我因为我每天都有 便疫很强烈 一天去三趟五趟 它变不出来 变不干净 然后呢 这个曼川树的病人呢 就跟他谈话的时候 就特别生气 说你天天去好几次 我这三五天也不去一次 所以这个症状区别很明显 排便障碍性便秘的病人 相反 一天得去好几次 去好几次 不是说他坏肚子了 是一次排不干净 他排得困难 但是大便形态 性状没有问题 就是脚膏 对 那他这个排便凳 是因为就是 他能让他一次排干净吗 是这意思 就是因为 有的病人是用不上力 有的病人是肌肉松弛的不够 就是这个通道啊 这个角度啊 太小了 所以一用这个凳子以后 病人有缓解 第一个他觉得能用上力 第二个呢 就是排的时候 肛门的地方 好像能开得大一些 那用这个排便凳 有没有什么使用技巧呢 就踩上去就行吗 你用这个排便凳 排便得要一个前提 就是你一定要有便意的时候 很多病人误解了 说那个 这个凳子去说能帮助排便 好了 我现在就去试一下 其实它根本就没有便的感觉 所以它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第二个呢 有一些病人是不适合的 比如说我们一些 痔疮比较重的病人 反而会导致他痔疮的加重 你这个姿势会造成 你这个抚压增加 就往下排便的力量会非常大 排便凳是帮你排便 它不是靠它 主要靠它来排便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家伙票选出来的 最受欢迎的 网红缓解便秘招式第四名 香蕉 这是唯一一个上榜的食物 你也许会说了 香蕉缓解便秘这个事 是不是早就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也不新鲜的 还值得一说吗 告诉你 那是没看到香蕉这些脑洞大开的 缓解便秘的新吃法 我平时吃肉多 水果蔬菜少 就便秘了 像我这样的情况 用花式吃香蕉的办法 来缓解便秘 行不行 之前我们说过 如果老吃肉 吃水果和蔬菜 吃得少的话 就是一个肠道容易堵塞 这种我们三日给的命名 叫堵塞性便秘 这个堵塞性便秘 花式吃香蕉的方法 是不是对缓解它有作用呢 其实香蕉是非常经典的 一个通便的一个水果 吃香蕉可以 一定要吃那种快要烂的香蕉 为什么不太成熟的香蕉 是不利于通便的 为什么呢 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听张老师 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哪些日常行为 会伤害你的甲状腺 甲状腺的伤害 包括经常生气 饮食的不合理 以及高点的饮食 比如海产品太多 还有经常熬夜等等 引起的内分泌失调 都可以导致甲状腺的疾病 沈阳国医甲状腺医院 提示您关爱甲状腺健康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好 广告之后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生青 越看越年轻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沈阳市 肛肠医院的张勇医生 欢迎张老师 欢迎 大家好 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香蕉 如果吃不对的话 还真就未必能缓解便秘 我们一定要强调 吃那个熟香蕉 因为生香蕉 它有一种成分叫柔酸 这个柔酸到肠道里面 它有一个收敛的作用 反而会让大便干节 减慢的一个肠蠕动 一定要吃熟香蕉 因为熟香蕉 这个柔酸就分解掉了 就没有这个成分 所以它这种通便效果 应该是还可以 香蕉的化样吃法 可是真不少 但想缓解堵塞性便秘 甭管花不花样 只要它熟了就好 熟香蕉里的柔酸含量少 果胶膳食纤维含量更高 能更好的促进肠道蠕动 缓解便秘 不过其实香蕉 在通便水果里 还真不算老大 哪些水果比香蕉 更容易通便 咱们继续听张老师唠唠 香蕉在水果当中 它这个通便作用 也是一个中等的水平 其实真正通便的水果 在香蕉排名之前的好多 比如说苹果 梨 它们的膳食纤维含量 都要超过香蕉 但是现在有一个 特别火的水果 叫火龙果 其实火龙果的膳食纤维 和香蕉的膳食纤维 都不如梨 我们在吃水果通便的时候 第一个要看它 膳食纤维的含量 第二个还要看吃的量 什么样的病人 我们要建议他 增加水果蔬菜 就是量的问题 第一个明显不足的 第二个年轻人 为啥年轻人 对 因为年轻人 我们用膳食纤维 去促进肠乳动 第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的肠道功能 它有反应的能力 如果这个是年轻人的肠道 它反应非常好 就是懒 我们可以通过 稍微适量地增加一些 膳食纤维 马上肠乳动有反应 但如果老年人 尤其一些糖尿病病人 它那个胃肠 就是一个轻瘫的状态 它没有反应能力 大量吃水果蔬菜 只能短时间增加分辨体积 马上肚子胀都受不了 严重的病人可能会不全梗阻 那我们刚才 现在所有讲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是适用于的 属于功能性有问题的 如果真出现了 比如说气质性病变了 站位了这种的梗阻的话 这个反而不行 对 怎么知道 你的便秘不是一般的那种 功能性便秘 可能是肠道有别的问题 需要就诊的 如果是一个肿瘤的病人 到进展期以后 就是这个瘤子长到一定大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排便耿阻的问题 就排便不通畅 排不进 一天老觉得理疾 后总老想去上厕所 到后期可能有肿瘤的破坏出血 粘液 尽快地找医生 其实大家关注健康医生卿的 公众号和抖音号 在这两个平台上 有更多我们的健康信息 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 对我们留言 我们将联合专家医生朋友 跟大家一起来解决你的